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光子 从太阳来到地球 1.5亿公里 仅仅需要7分钟左右 然而 让你惊到视网膜脱落的现实是 光子在太阳的中心 何聚变发生诞生 去到太阳表面需要的时间是 100万年 太阳内部是如此的致密 原子会立刻吸收或者偏转光子 这就是真实世界运行缓慢的冰山一角 不仅光子如此 世界上所有的事件 都不可能在真空中畅快淋漓地发生 人与AI的区别 本质区别在于 人是一种知行合一的存在 智力活动 需要的不仅仅是运算能力 还要有与这个世界互动的能力 沙崩 雪崩 灵火 地震 古灾 没有一样是在理论上能够预测的 而这些 也仅仅是现实世界 不可预测的冰山一角 智者不是先知 先知只能存在于网文中 现实世界需要互动 否则 智力毫无意义 没有股票指数作为参考 强大的AI炒股毫无意义 而股指的变动 依赖于上市公司的表现 公司的表现 又因为全球市场的复杂博弈 在一个需要深度互动的复杂市场中 所谓的高智商 基本上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 任你智比天高 在跟世界互动中 也是慢柔蜗牛 一个普通青年和一个智商250的青年 来到陌生的十字路口 街边的下象棋的老大爷 都会用它固有的节奏 慢条思理地回答你的问题 这就是智者的无奈 也许智者可以在 在一次数字考试中 碾压普通人 但是 一旦进入到 现实世界的汪洋大海 立刻就会明白 自己的高超计算力 是不可能无限续杯的 甚至理性本身也可能成为自己的短板 如果哥伦布正确计算了地球的周长 如果伊莉伊莎贝拉伊士女王 拥有学者般的知识 恐怕也不会联手 开启地理大发现时代了 他们根本就不敢出发 智商越高越好吗 不会的 科学家做过实验 他们问人 如果有一种药物 可以让你的孩子获得超高智商 但也有可能让你的孩子变成弱智 你会选择让孩子吃药吗 绝大多数的父母都会是拒绝的 愚蠢如人类都知道高智商的代价 假如企业家开公司 花同样的钱 他是愿意招募一半智商150的员工 加一半智商50的员工 还是都愿意招募 智商100的平均员工呢 高智商的人类 AI 不管高到哪里去 都会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坍缩 爱因斯坦在大学毕业之后 经历了艰难的求职过程 就连应聘中学老师都被校方石洞燃剧 最后不得不在同学的帮助下 脱关系走后门 才进了博尔尼专利局当了一个普通职员 在爱因斯坦奇迹年之前 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天才 真正经历过怎样的思考 这是因为超级天才 无法用智商来衡量 那是思想跟现实大乱斗产生的 不可预测的火山爆发 人类发现过的高能量天体 最顶尖的莫过于类星体 有一个类星体的绝对星等 是-26 这意味着 这或如果在距离地球 32光年的地方 那么它仍然有太阳那么亮 可惜 它距离我们几十亿光年之遥 要不然 我们就能够看见两颗太阳啊 所谓的高智商 一万一亿的玩意儿 就相对于这些几十亿光年之外的类星体 能量 大又有什么用呢 在西黑静谧的夜空中 我们也只能够看到它暗淡 卑微的一个光点 还是用射电望远镜看的 如果换一个视角看问题 我们人类作为整体 其实就是一个 智商等于七十亿乘以一百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知行合一 在不断探索和试错 而一些人类恐惧的所谓强AI 不过是不完备的计算工具 本质上强AI也只是算盘而已 这算盘无法澄清 别担心它 投资成功学告诉你 如果每年有10%的利率 多少多少年之后 你的一万块钱就会变得很多很多的各异 未来学家告诉你的 按照现在的技术增长曲线 多少多少年之后 人类就会遇到技术起点 出现智商一百万的怪物 这些诡辩的畅销书作家 就连所有事件都不可能永远持续指数增长 这个基本的事实 都没有搞清楚 真可谓非蠢即坏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